近日,其实球员JR史密斯接受了采访,他在采访中提到了自己的父亲,说了许多关于自己父亲的事情。 JR表示,自己的父亲十分喜欢收集东西,到了一个近乎疯狂的地步,特别是有关于自己的东西。 他的父亲总是会想尽一切的办法收集,JR在16年跟随詹姆斯,获得了自己职业生涯的第一个总冠军,他也在那个系列赛中改变了人们对于他的印象,成为了詹姆斯的代道侍卫。 他的父亲也是目睹了这一切,他会去收集在那个系列赛中使用过的篮球,还会努力的收集球鞋。 JR史密斯穿过的球衣,只要是和JR有关的,他都非常感兴趣。 他还会去收集JR其他的球衣,包括JR职业生涯,前期在黄峰穿过的球衣,以及后来的最近球衣。 NBA停摆的时候,JR史密斯曾经来中国打过球,他的父亲连JR在CBA穿的球衣都会去收集。 JR从中我们也能看出JR和他父亲之间的感情,维德和他父亲的感情也十分好。 不久前维德带领自己的老婆孩子前往意大利,参约了自己父亲的婚礼,并且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了祝福。 看得出维德十分重视自己父亲的婚礼,维德小的时候家里条件并不是很好,他的父母也是早早就离婚,维德的母亲还燃上了毒品。 维德只能跟随父亲一起生活,维德的父亲发现了维德在篮球上的天赋,并且一直支持鼓励他,只要维德有比赛,他的父亲都会努力出现在现场。 并且给维德提出建议,维德的招牌尼宗布也是在父亲的指导项链出来的。 我们都知道库里是当前联盟炙手可热的巨星,但是如果没有他的父亲,他可能达不到如今的高度。 库里在上高中的时候还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后卫,他的投篮技术并没有比自己同龄的球员强出多少,再加上他那并不强壮的身体。 库里在场上的表现十分挣扎,库里自己也十分沮丧。 这个时候老库里发现了问题,他开始帮助库里改正投篮姿势,传授自己的投篮技术。 要知道老库里在自己还是球员的时候就上场三分,他每天亲自督促库里的训练,给他制定固定的训练量。 库里也在父亲的帮助下成为了日天库,库里的打法改变了人们对于三杯球的看法。 他掀起了一股情的浪潮,这一切的背后和老库里的努力密不可分。